好 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秋奇元 这个赛当中的第一名 零转 直体叶格 EEF 帕克空翻 第一组 漂亮 今天应该说发挥的确实非常的不错 6.7的难度人满了 中国又一位体操女神出炉了 16岁的秋奇元在2023年体操市井赛 以15.100分夺得高低杠冠军 实现了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的三连冠 秋奇元接班韦小元成为又一位体操女神 展望2024年巴黎奥运会 一旦韦小元商誉 中国队在高低杠将有两位世界冠军当双保险 韦小元也是16岁夺得市井赛冠军 他现在才19岁 势力出众而且颜值超高 被誉为伟后 可惜因伤缺席亚运会和市井赛 秋元奇同样有着很高的颜值 并且展示超强势力 高低杠决赛 秋元奇上了难度系数6.7的成套动作 并且顺利完成 而且靠着8.4的完成分 击败同样难度的阿尔及利亚选手 内莫尔惊显夺冠 美国选手琼斯14.766分获得季军 中国小将黄卓帆也是14.766分 但是完成分较低 从而位居第四名 秋奇元惊险夺冠后激动落泪 这位小姑娘首次征战世锦赛 就夺得了冠军 也展示了她的实力 秋奇元在2021年全约会崛起 14岁夺得平和木铜牌 并且夺得团体比赛第五 2022年全国锦标赛 秋奇元上了一个台阶 夺得平和木冠军 2023年的秋奇元一飞冲天 在2023体操世界杯巴库战 女子高低杠比赛夺得金牌 2023年全国锦标赛 秋奇元更是大放异彩 成为最闪耀的选手 一人夺得三块金牌 秋奇元5月26日夺得全能冠军 5月27日夺得高低杠冠军 5月28日夺得平和木冠军 秋奇元随后被选进了市井赛阵容 没参加亚运会比赛 中国体操队兵分两路出战 秋奇元成为夺经典之一 他在团体比赛和全能比赛 发挥不是特别出彩 而阿尔及利亚选手内莫尔在全能决赛高低杠 比出了15.200分的高分 秋奇元和内莫尔的难度相同 但决赛中秋奇元发挥更胜一筹 从而惊险夺冠 男子调环决赛 刘洋决赛一套6.4难度的动作 得到8.833的全场最高完成分 最后以15.233分夺得冠军 顺利比完全套后 刘洋霸技只会全场为他欢呼 这是刘洋本人时隔9年之后 再夺世锦赛男子调环冠军 游号发挥也很出色 难度全场最高6.7 完成分也有8.133分 总分14.833分 最终获得第三